大秘密的新剧扶摇今天曝光了杀青特辑 提前透露了一些戏中片段和现场花絮 给大家解解馋 一开头就是大秘密穿着盔甲 跪在沙地上 眼含热泪 看得让人好心疼 仿佛那个前世受尽情伤的青秋女帝白浅又回来了 特辑里还有现场搭警和孵化道的准备过程 大秘密和小天的造型都百变又精致 一看就是精心制作的良心剧啊 大秘密和小天在杀青时还开心的互相比心 最后两人依偎在一起 相视一笑敲暖心 看来这戏里的糖分绝对不会少啊 是糖是刀都不怕 所长只求扶摇快播正片 不然大家就要害相思病了 2017年即将要结束了 你们在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和对新一年的期待是什么呢 范爷在最近的杂志访谈里 说他2017年最大的骄傲 是找到了大黑牛这个好老公 而且想要在明年抓紧时间造人 升级做妈妈 粉丝们也都在评论里努力画重点 表示超期待冰沉的小baby呢 越过越幸福的范爷 最近还当了一回魔术师 而且首秀就挑战了超高难度的大便活人 范爷穿着一身蕾丝仙女裙 外搭红色绣花披风 一双眉腿让人移不开眼 所长也不知道该看魔术 还是看哪里好了 已经能成功大便活人的范爷 看来也是为实现明年变一个小baby 出来的心愿 而做好了准备呀 这些天的大风降温 冷得连许多爱美女星 也开始穿上后衣服预寒了 之前拍戏时穿破洞牛仔裤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安德拉baby 在最近的品牌活动采访直播里 也乖乖地穿上了黑色长羽绒服 baby在采访里表示 生孩子之前 她是吃不胖体质 结果生完之后 居然体质改变了 现在的她也需要结实了 在被主持问及手机中 自己与小海明的照片占比时 baby表示是1比99 自己是1 宝宝是99 手机上几乎都是宝宝的照片 她还在现场清唱了 她的KTV必点曲目 听海 好听到所长都忍不住 跟着唱出声 她唱完还不忘自黑一发 说自己唱歌得给大家付钱 以前去KTV最长点的是张慧妹的听海 听海 对 张口就来吗 写信告诉我今夜 爱是什么颜色 夜夜陪着你的爱 心情又如何 灰色是不想说 蓝色是犹豫 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 听在哪里 我唱歌是要我付钱给在座所有的听众 听完歌的网友们倒是不需要收钱 但是却不小心吃到了一盆狗粮 有眼睛的网友发现 baby穿的羽绒服袖子上 袖着黄晓明的名字 穿个羽绒服也要虐狗 海绵夫妇真的是太甜了 昨天是感恩节 你们吃了南瓜和火鸡大餐 感恩父母了吗 包子姑姑陈妍熙 昨天发视频感谢粉丝 玩了一个新花样 就是用了八种语言送祝福 感恩节快乐谢谢你们 嗯谢谢 会来一点特别版的吗 别的语言 英语 thank you 德语 donk 粤语 douzai lai 法语 messi buku 米南语 dou shia li 西班牙语 gracias 哦那再来点特别的有吗 啊 这什么 谢谢 手语 陈妍熙最后这萌萌哒的手语姿势 哪里看得出是一个辣妈 明明还是一个18岁沈佳怡啊 电影解忧杂货店今天曝光了来自1993特辑 小凯和成龙大哥的原生独白 文艺又温暖 仿佛真的可以让时光倒流 回到20多年前 你们也终于能看到动态的假小子热巴了 这个造型在甜美女神热巴身上 也毫无违和感呢 也许是热巴的黑肠植和大眼睛高鼻梁太出众 有网友就偶遇到一个跟热巴长得很像的志愿者小姐姐 小姐姐穿着白T牛仔裤 戴着红色鸭石帽站在路边 她那乌黑的长发 高挺的鼻子 线长的睫毛 侧脸可以说完全壮脸热巴了 难道这其实就是热巴本尊吗 不过偶遇不到这位小姐姐也不要嫉妒 因为真正的热巴又送上新福利了 就是她在武汉都沙夫人拉相馆量身的时候 拍下的九宫格填宠表情包 各种比心多嘴的卖萌表情可爱到不行 这样的福利大放送 是不是足够温暖你们整个冬季了呢 时隔三年 嘻哈歌手完同MJ116 终于在发新片干大事 从名字就霸气策露啊有没有 据说这张专辑比起以往的强迪斯风格 歌词上少了一些利器 在接受B歌棒来了独家专访时 顽童解释 因为现在听她歌的粉丝群体扩大了 甚至还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不想教坏人家 而且他们一直很欣赏热狗的音乐态度 很多人想看嘻哈歌手骂人 只是因为刺激 他们还表示虽然饶舌音乐 本来就应该相互battle 但迪斯并不是唯一表达态度的方式哦 因为以前听你的人说一百个人听的时候 你觉得无所谓 反正唱完我就回家 现在一万个好假如一万个人在听 你没有多少是小朋友 所以你就多少会觉得 还是不要教坏人家什么之类的 对 哇乐狗你现在不骂人啊 狗哥你不骂人啊 你现在变得很主流啊 没有我觉得对我来讲 乐狗他还是很有态度的一个人啊 这跟骂不骂人没有关系啊 你想要看他骂人 只是因为骂人刺激而已 对你只是一个娱乐的心态而已 对啊 这跟他的态度没有关系 关于dis的问题 不会 我现在不会想骂人了 现在真的不会想骂人 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骂他骂去 可是我觉得 劳生音乐本来就是battle 对 劳生音乐本来就是battle 你本来就应该要跟人家battle 这是对的 正所谓自古美人爱才子 作为知名的音乐人 顽童羞涩地表示 自己确实是一个受欢迎的boy 身边会有许多漂亮妹子 所以以前没想过交女朋友 但是现在想法发生了改变 你妹妹的机会来了 以前比较 比较酷嘛 对 然后觉得 好像交女朋友这件事情 现在那我在交女朋友 就是 我这么多女生 我干嘛交女朋友 那比较 比较自我一点 对吧 可是后来发现 谈恋爱有时候也蛮好玩的 对 可以 你可以付出一些 比较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 想要看顽童小哥哥现场演出的迷妹们不要着急 12月9号在上海就会有演唱会哦 准备好荷包和尖叫声 来一场音乐上的恋爱吧 走在金花色的沙滩上 穿着拖鞋跟着节奏晃 心里想你看你哦 耶 白不知道你 认识的怎么样 和你对什么都无所谓 随便聊聊与你喝几杯 眼神越干你就越美 颜色都卷发味 这一股香味 My destiny So fantasy 味道清醒的就像是 Origy 你对我态度保持审美 我为你 学藏